新北市三峡区中山路靠近文化路口 道路两旁的住家紧临大马路 住户一开门呢 看到都是快车道车子呼啸而过 加上两旁呢 是没有其他的慢行道 非常的危险 一个路口就有五个车道的车 会留在一起 尤其快车道红线紧临民宅 民众每天出门 现象还生 他一本是用两刷 还好啦 三峡中山路这个路段 到底有多危险呢 等于你一出家门 不到半步路的距离 就踏上了快车道的红线 一个不小心 很容易就被车撞到 非常危险 新北市三峡地区 中山路与文化路交叉路口 平常车流量就很大 一到假日 要前往三峡老街的车潮 人潮更是塞爆这个路段 为了容纳更多车流 原本两个线道 又封成了三个线道 大卡车 小客车 机车 统统挤在一起 行人根本没路可走 这边要跟人人在走路 机车 上老街的人 要是架是那么多 怎么怎么办 附近民众说 几年来已经反映过很多次 但公交单位 就是不愿意解决问题 让他们每天出门 都提心吊胆 即使小心翼翼靠边走 机车还是就从身边呼啸而过 而且一踏出江门 就是快车道 如果发生意外 政府该负最大责任 专闻 林一清 陈麦威 新北市报道